我们需要一个FTA 我们需要一个重复贷贷 行政院政委邓正中 率台湾代表团参加 2023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 一号抵达华府 美国商务部副次长法瑞尔亲自欢迎 今年台湾代表团共210名成员 产业涵盖了电脑 通讯 半导体 国防等企业 也是此次高峰会最大访团之一 台湾是一名最重要的交易伴侣 台湾代表团在华府举办酒会 包含台美官员 美国在台协会代表孙小雅都出席 而出了高峰会 邓正中也将在美国时间2号 拜访美国副贸易代表碧昂旗 邓正中说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尚未到签署阶段 双方会会整目前进度 以及探讨下一步方向 第一个阶段的协议 那这个会涵盖的贸易便捷 反贪腐 政府法规的制定 中小企业 这种一般性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相当强的共识 邓正中说 会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见面 讨论台美经贸情势 也会有机会拜访美国商务部 新唐人亚太电视 吴伟 曾新敏 美国华府报道 我们下期见